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苦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彼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们的耶稣非常的爱我们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爱你救耶稣 我们不能够活着没有你的带领 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 以我们同在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都仰望着交托在你手里 哈利路亚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这个教会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教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在什么什么叫做新造的人 就是呢那就是呢我们不是以前的我们 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能够成功 因为他的想象力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因为他有一个想象力 他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有一个梦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传导师 所以这个思想想象力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的想象力不好的话 往负面的话 那他就成为一个非常悲惨的人 一个人就怀有崇高的理想 就会成为崇高的人 一个人怀有成功的思想 就会成为成功的人 一个人就老想着生病 贫穷很快就会生病 变穷 因此人人类最大的敌人 就是所有夺起我们想象力的人事物 因为想象力当被夺窮的时候 贫穷和疾病就会临到身上 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必须先改变我们的想象力 对不对 想象力非常的重要 我们该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想象力呢 那圣经说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是新造的人 如果我们的心接受了基督耶稣 我们的想象力就会改变 会从负面的思想 转变成正面的思想 从绝望的转变为盼望 从罪恶的生活 转变为圣洁的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神的话语呢 一直改变我们 神的话语带领我们 神的话语进入了我们的心思意念 神的话语呢 让我们呢 了解到我们是转着的 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的力量 神的话语改变了我们的灵 改变了我们的坟 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我们中国人很勤奋 真诚又很温和的民族对不对 但想象力呢 这其向负面 你看我们中国人不是很负面吗 哎呀你这个 这个坏死的孩子啊 你这个 不孝顺的孩子啊 饿死了 饱死了 都是想象力 都是想象力 我们所讲的话 都是负面的 现在这样子没 信主之后呢 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朋友同胞 传福音 使他们的思想和想象力呢 改变过来 因为基督徒呢 我们不可以说 倒霉死了 真的很遭殃啊 这个死那个死 不管我们说 感谢主神的恩典 虽然我得不到 但是不是倒霉 而是时间还没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正面的话语 来鼓励他们 鼓励我们自己 鼓励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必须成为在基督里 总是思想着福足 成功和盼望的人 我们的想象力 可以提供能力和资源 创造出比现实 环境更好的未来 对不对 因此呢 从现在开始呢 要想象胜利 不要想象挫败 不要想象失败 不要想象绝望 要想象成功 不要想象那些悲惨的 要想象自己的家人 多想得救 并描绘 就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如果你是在生病 就想象身体健康的画面 如果你在生意失败 就想象生意成功的画面 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是没有梦想 目标和想象力的人 他的未来 将和飞碳般的被风吹起 当你描述你自己成功的 自我形象 并透过想象力来拥有它 就可以充分的使自己 使用自己的能力 来达成目标 最后呢 我们的梦想呢 就成真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话语呢 会把我们的梦想 改变成真面 神的话语 会鼓励我们 再站起来 跌倒了 站起来 因为耶稣 陪伴着我们 好 感谢神维席提供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让我明白主 我们是信召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 有新的盼望 有新的想象力 有新的希望 感谢你主耶稣 我们不要记得 我们以前的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是 你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 我们封耶稣的名祷告 当我悲伤难安 祝不清最深的悲哀 亲爱主 我的主 恳求你倾听我的心 当我希望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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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不出最美的期待 求你聆听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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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最谦深的心 最可悲的祈祷 求你聆听我的心 那是我最谦诚 那是我最谦诚 最可悟的祈祷 求你聆听我的心 我每一个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